张大大双手恳求金肖贤的瞬间 丢掉的不是面子 而是人品 曾在张艺兴面前自述 长得像郑修金而骄傲的张大大 却在节目中屈尊自黑 某档综艺中 现场记者票选出研发金肖贤 需挑选一人陪着同坐五小时的高铁前往沈阳录节目 其他人则享受节目组包下的豪华专机 为了能坐飞机 张大大自毁形象走向记者席 瞬间扭曲的五官都能将蚊子夹死 跳人缓节 张大大悄悄地移步到舞台边缘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范田田则躲到李一同身后 注意到众人纷纷后退的金肖贤表情瞬间僵硬 满领尴尬地站在原地 此时身后的李雪芹小声在耳边说的一句话 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在前往机场路上 飞机小分队视频通话发现 锦肖贤和李雪芹正在吃祭司和饭 挂断后的范田田和兄子气的抱怨 与之前舞台的躲避判若两人 看完他们吃那个祭司面 我真有点生气 想吃高铁和饭 如愿以偿登上飞机后 他们再次拨通电话向老秦炫耀 又柔软靠点舒适所以的专机 此时的老秦摇头苦笑之后 长叹一口气 哇 这样真的不好 张大的得知飞机没被挣餐时 说宁愿坐50个小时的车 只要给吃的 其他人则集体后悔 跟当初被选时的恐惧表现180度大转变 高铁上的秦肖贤还未从视频中那一幕缓过来 并用他们那边看着挺挤的来安慰自己 此时的李雪芹顺着他的话茬 再一次照顾到他的情绪 离开李雪芹的老秦遇到尴尬场面 只能用不说话来处理 被问及当初没人选的心情 老秦面露难色 用表演形式插开话题 李雪芹能称泽云社团宠 是因为他也曾经历过拒绝 才有如今的共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la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